我们搅动了十几分钟后 发现它的黄氨药物依然不会溶 所以我们决定改变策略 把原来设定定为体积100毫升改变为1公升 也就是原来十分之一浓度 那这样的浓度依然不会改变我们的实验操作 好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先将我们原来搅拌的将近100毫升的先停住 把它换到1公升的烧杯里面 好那从画面看得出来说上面都还有些许的残留 我们这时候用我们的 慢慢冲然后把它冲下去 而且你看到我们红同学 他手掌上藏了一颗搅拌子 就是为了吸住玻璃下方的搅拌子 好洗个几次把残留的东西洗下来 各个角度洗洗几乎把所有的残留布容物都洗下来了 好搅拌子可以把它放下去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旁边已经准备好800毫升的水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旁边已经准备好800毫升的水 搅拌 好我们先加一部分先融融汗好了 好开始进行搅拌 好我们希望这样的策略 虽然Mark index说它融结度是1.5克对1公升 我们称了0.1公克 这样的比例却不是我们想象的 所以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让它10倍的稀释的状况 我做时间到一个叫做 这个咱们东西 为什么 解图 试试 好